那你说不要我们采礼 还得给男方采礼 是啊 还有这个好事呢 我头一次听说 还得给男方采礼 我家里阿爸嘛 也是这里的老乖 他那个时候和我阿妈结婚 我阿公还给了500块钱 你阿爸就是这里的老乖 是啊 当时是被你阿公花了500块钱 给取回来的 算是采礼吗 采礼 那几十年前 500块钱应该不算少了 都得盯 现在都得上万块钱了 我估计 是不是 那个时候嘛 我阿公家里种的地比较多了 比较有条件嘛 现在不行 是吗 那个时候你阿公家条件比较好 是吗 现在不行了 对了 那就是你娶那个老公花了多少钱 你把你老乖取回来花了多少钱 我还没有结婚了 我还没有找到阿哥嘛 啥 没有结婚 你就是说你现在还单身呢 我还没有找到阿哥嘛 哎呀妈呀 我还以为你早都结婚了呢 那还没有 你这样啊 我冒陪的问一下阿妹 就是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嘛 我今年23了 23岁 哎呀妈 23岁好年龄啊 这年龄刚刚好 对不对 叫什么 23岁 那你是一直都没有谈过男朋友 一直都单身的吗 也不是嘛 我小的时候啊 也认识过阿哥了 小的时候 那是多大呢 就189岁嘛 啊 189岁谈的阿哥 啊 你谈了几个 那认识一个都很不容易了吗 还谈了几个 就认识一个呀 哎呦妈 我还以为你认识好几个了呢 一个那 这不相当于你的初恋了吗 阿妹 啊 你们这边男人这么少 你看你好不容易找到的阿哥 怎么 这咋还分手了 你不应该互相珍惜一下啊 啊 感谢家人们送的小礼物啊 不是不珍惜嘛 那个时候啊 年纪都比较小嘛 然后那个阿哥还比较懒了 不喜欢干脑活 嗯 然后还平时还喜欢喝酒咯 人品不是很好 爸爸就不愿意了 就是那个时候他特别懒惰是吗 啊 不愿干农活 然后还愿意喝酒 嗯 所以就分手了是吧 对嘛 啊 这是哪里啊 咱们这里啊 是中国云南啊 云南 哎 对了阿妹 那你现在23岁了 这个年龄 可以了 可以找阿哥了 你你着不着急啊 啊 也着急了 但是缘分的事 又不是说着急就能有的吗 缘分呢 嗯 就是对 缘分没到也是一方面 再一个来说 你们这边男人比较少 挺不好找啊 不太好找了 哎 呃 要不这样吧 阿妹 你看啊 我跟你聊天聊得也挺好的 然后呢 长得也好看 不然 那个 我帮你个小忙行不行 你能帮我什么忙了 就是 我这身边的朋友多呀 那亲戚朋友老多了 不然的话 我帮你物色物色呢 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呢 行不行 那靠谱的嘛 不靠谱了 你不要开我玩笑了嘛 这咋还不靠谱呢 你不相信我 啊 哎 我问一下他家人们啊 小阿妹说了 咱们不靠谱 那这样吧 咱们直播间 现在有2000多人在线 对不对 咱们有喜欢小阿妹的 你给主播打上个喜欢 好不好 哎在公屏上打上喜欢 我看看有多少家人们喜欢的 看看咱们靠谱靠谱 你们大城市的人 那眼光都高的很了 不会喜欢我们农村的土姑娘了 啥 什么大城市人眼光搞 我们就喜欢那个农村的姑娘 尤其啊 就像你这么呃单纯的善良的 而且这么勤劳能干的 我们都喜欢明白吗 哎 我看了一下啊 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喜欢的 是不是啊 啊 三个喜欢的 2200人的啊 咱们 喜欢的给主播点点关注 点点赞啊 每个人在上屏幕上方啊 戳那几下就行啊 哎 对了阿妹 要不然这样 我先帮大家了解了解你好不好 就是找男朋友 那那得有要求啊 年龄上有没有啥要求啥 年龄啊 那我喜欢成熟一点的嘛 年纪要比我大一些了 然后成熟稳重啊 比较有责任心这样嘛 成熟稳重 年龄要比我大一些嘛 年龄大一些是吧 你像我家里的大姐夫嘛 他就比我大姐大很多了 他对我大姐很好嘛 我都很羡慕 你姐夫对你姐姐就挺好的 他比你姐姐大很多 是吗 是啊 我平时都舍不得他干农活了 我都羡慕得很 舍不得干农活 哎呀 这是前面有姐夫在呀 当榜样是不是 对啊 然后呢 也想找个像姐夫这样的 40岁可以不 应该可以啊 身体也要健康嘛 有力气才好嘛 怎么呢 身体健康 有力气 对啊 哎 那个身体健康 我倒倒倒是应该的 你关键怎么 还得要有力气的 就是力气大的 就是大的 那有力气嘛 能帮我干很多农活了 你像我每天都要 扛这个芭蕉杆吗 喂猪的 很重了 有力气才能扛得动吗 扛芭蕉树杆啊 哎 家人们看一下啊 小阿妹说了 她每天呢 都都要扛这个芭蕉树杆 哎 这一根都得好几十斤 是不是家人们 那那确实是啊 就是说力气大的 然后呢 过来能帮您干农活的 我问一下家人们 有没有这样的 啊 有力气大的 身体强壮的 但是我们这里嘛 还有个习俗了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吗 还有习俗 哎 你说来听听呗 就是如果想来我们这边 做女婿嘛 那要干满一年的农活 才可以了 啥 你说还得干一年农活啊 嗯 满的时间这也太久了 不久了嘛 我阿爸那个时候来啊 还要干满三年的农活 才可以了 哦 你阿爸那时候是干三年 现在干一年了 对啊 那 哎 我很好奇啊 呃 就是 我们干一年农活倒也行 那在这期间 我们不能白干吧 不是不得给我们发工资啥的呀 那你们是来讨老婆嘛 又不是来赚钱了 没有人发工资了 不给工资啊 白干呢 妈呀 那你不给开工资 那到时候你说不合适 把我们撵走了 那我们这不 又搭着时间 又搭着人 那人才两空 我啥也没得到我啊 这这不合理啊 啊 家人们认为主播说的对的话 打个对啊 是不合理 不是这样的嘛 那是啥样啊 四川来的那个阿哥嘛 他来了以后 家里的人呀 也会观察嘛 这个人的人品好不好啊 勤不勤劳嘛 他自己喜不喜欢这里了 那如果不喜欢这里嘛 待个十天啊 半个月差不多就可以走了嘛 啊 你是说 不是说一直待着的 就是呃 观察个十天半个月的就行 啊 这人勤不勤劳 能不能干活啥的 那人品好不好嘛 啊 那如果他要是不喜欢这里嘛 那早早的就走了嘛 那你像人家四川那个阿哥 他喜欢这里啊 就是干满了一年 就结婚了嘛 就是说呃 考察期过了 干满一年农活就可以结婚了 是吗 又不要你们彩礼嘛 那女方还要给你们彩礼了 不 咱们不要我们彩礼 女方给男方彩礼 是啊 哎 小美啊 呃 你透了透了呗 就假如说啊 假如 呃 在你们家干满一年的农活 你们家给啥彩礼 我很好奇啊 啊 我们家我啊 爸说啊 啊 就是呃 那个山头嘛 你后面那个山头啊 那个橡胶林啊 到时候都会分给我们了 橡胶林 啊 哪个是 橡胶树嘛 啊 你说眼前这个 这是橡胶树 哦 哎 这家人们看没看到 小阿妹说了 这个是橡胶树啊 啊 哎呦 喂妈 哎 这橡胶树 这底下 这怎么放个碗啊 阿妹 啊 这个碗嘛 对呀 我们每年五年都都要搁胶嘛 搁完胶的那个胶水流到这里啊 一起去收集嘛 啊 就是收集胶水用的是吗 嗯 这胶水呢 干啥用啊 我阿爸说你们大城市开的那个小汽车嘛 那个轮胎啊 啊 都是用这个胶水做的 就是汽车轮胎就用这胶水做的 嗯 你看嘛 那个山头啊 山头啊 都是 你说前面这 这是一片橡胶林呢 这是啊 这全都是橡胶树 大家看到了吗 啊 每个树下面啊 都放个碗 啊 这胶水用的 对啊 到时候都会分给我们嘛 当做彩礼了 啊 当做彩礼 哎呀 这个不错呀 是不是家人们 那有没有想过来的啊 哎 对了 要不这样吧 你方不方便 就是带我呀 到你们家参观参观呢 我们家啊 我们就想看看 你们家这个生活环境 居住条件啥的 行不行 但是你不要嫌弃就好了吗 因为我们这里是农村嘛 没有你们大城市的房子 嫌弃啥呀 你看这 这个阿妹 这说的 哎呀 他说了 怕咱们大家呀 嫌弃他家是农村的 是不是啊 就这么跟你说吧 网上数个三代四代的 谁家不是农村人呢 是吧 再说了 主播之前在农村 还待过好几年呢 你放心 不嫌弃啊 不嫌弃啊 那这样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咱们啊 跟着小阿妹啊 到他家去参观参观 好不好 那 小阿妹啊 今年23岁啊 然后呢 目前还单身 喜欢跟小阿妹聊天的 给主播点点赞啊 哎 谢谢家人们送的小礼物啊 让大家破费了 这个就是你们家的 这什么房子呀 这上面还有木头的呀 这是我们寨子里的吊脚楼嘛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这个叫吊脚楼 然后一楼啊 就是放一些杂物啊 农具之类的嘛 我们都住在楼上的 就是一楼不住人 然后都住在楼上 哎 对了阿妹 那个 我问一下 你这腰上瘪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是米齿啥的 卷齿啥的呀 不是嘛 这个是驱蚊虫的 我们在山里嘛 就是干农活蚊虫会很多了 然后都要带着这个的 这个是驱蚊用的 防蚊虫的是吗 哎 我之前我还特意听说 就是什么云南十八怪 三个蚊子一盘菜 说的是不是你们这边 啊 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蚊子 又多又大嘛 啊 蚊子又多又大 前世都要在山里干农活 都要带着这个蚊香喝了 啊 这都是 平时方便用啊 怕蚊虫钉咬是不是 你去楼上做客吗 我洗下手 给你淋水喝了 你说要求我上楼啊 楼上是做客的 哎 哎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问一下的 就是您父母他们脾气好不好啊 那要不好的话 你说你这领个陌生的 男人上二楼了 你这个他们不能把我当坏人 再揍我一顿吗 那这个就放不上了啊 我爸妈已经很好了啊 说买来了都是客人了 你上去嘛 啊脾气好 哎 我问一下家人们 咱们上不上去啊 上的话打个上好不好 我带大家啊 呃 那个到他家二楼去参观参观 好不好 呃 云南哪里啊 云南的西窗板纳 歹都自治州啊 家人们 哎 有没有来过这边的啊 上去是不是 行 那那咱们上去看看 看看小阿妹家的那个二楼是什么样的 好吗 啊 上去做楼乖啊 啊 这个就是小阿妹家的二楼了 大家看到了吗 哎呀 你们家这二楼还挺大的空间 是不是 而且打理的也很干净嘛 嗯 还好嘛 嗯 但是我发现个问题啊 你看 你们家这咋 没有什么玻璃窗户啥的 这都空的呀 啊 是不是 我们这里嘛 今年四季都是夏天了 这样又通风啊 又很凉快的嘛 不用窗户了 啊 就是 一年四季都是夏季 是不是 我没发现楼上嘛 上来之后要比楼下一两很多了 确实是啊 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这边应该算是 呃 东南亚的气候 一年平均气温都得达到二十七八度吧 是不是 你现在都有个三十几度了 啊 今天三十多多 啊 很热的 哦 哎 对了阿妹 他们刚刚还夸你呢 说你这衣服挺漂亮的呀 这在哪买的呀 我们不买衣服穿的 啥 不买 你这衣服不是买的吗 我们衣服都是我阿妈做给我们穿的 你看这些啊 都是我阿妈做的 你阿妈做的 啊 家人们看到了吗 小阿妹说了 这衣服啊 都是她阿妈做的 这颜色看不看到样式 漂亮不漂亮啊 尤其啊 是穿在这个小美的身上 正应那句话叫 呃 山美 水美 人更美 对不对 哎 咱们感觉小美漂亮不漂亮 漂亮的话打个漂亮啊 我看大家欣赏眼光 跟主播一不一致 好吧 谢谢了嘛 那我阿妈听到会很开心了 这些衣服都是她做给我们的 还会 嗯 我阿爸我们的衣服都是她做的 啊 呃 你阿妈呀 说实在的 她是一个手艺人 啊 非常的有才华 对不对 非常漂亮是吗 啊 呃 抱起你个 那那行啊 这不行啊 哎 哎 对了 小美 那你们平时是住在哪呢 我们住的地方 对啊 对啊 我们家很大了 那里面还有房间了 还有房间呢 我带你看一下 哎呀 这么多人说漂亮啊 啊 看来她家眼光都很好啊 哎 感谢家门送的小欣欣 哎 这 哎呦妈呀 这 这个房间大呀 啊 大家看到了吗 哎呀 还有送欣欣的 这房间大 你看看啊 而且打理的也很干净 对不对 我们这里的房子 肯定没有你们大城市的好了 但是每天都要打扫的吗 因为干干净净才好 每天都打扫 哎 就这么说吧 这一看呢 小美就是属于那种啊 呃 干净利索的人 对不对 这谁要能把小美娶回家 这得相当的有福气了吧 是不是啊 啊 家人们 哎 但是 你们家的没有床吗 睡地上啊 平时 不是了 我们这里 链子后面还有房间吧 这边是我阿爸阿妈的房间了 啊 你是我跟姐姐们的房间 您是说里边还有房间 啊 啊家人们知道了吗 这里边还有房间呢 哎呀 这个房子大呀 哎 那我进去看一眼 啊 你不能再进了 咋的 不让进 你进去就要留下来做女婿了吗 我进去了就得留下来了 做做上门女婿 哎呀妈呀 这个小阿妹 这个小阿妹该不会是乡中我了吗 啊 不是 阿妹啊 我跟你说实在话啊 我确实是单身 知道吗 但但我 我不能留下来当上门女婿 我是我家的独苗 独生子 我就想找一个 那就是能嫁出去的 啊 到我们大城市去生活的 那我们家不适合你吗 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 都想找个女婿过来了 那像有的邻居家的阿姐吗 他们家有男孩子那种是可以嫁出去的 你是说家里有男孩的 他们家的女孩是可以外嫁的是吗 那嫁出去就要彩礼了吗 啊 嫁出去要彩礼啊 那应该 那应该 哎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就是要啥彩礼 要多少彩礼 我心里有个数啊 就是我们这里嘛 啊 那就是结婚的时候啊 会要一头那个大水牛嘛 还有我家那种母猪也是要一头了 啊 就是一头猪一头牛啊 留给父母的嘛 不是 一头猪一头牛 这能值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行情啊 啊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懂行的 啊 知道的话 你们就是打在公屏上 能值多少钱 哎 这个 这个不要吗 什么吗 钱呢 这个是关键的呀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就看南方的那个条件啊 条件如果好的话啊 会要个吉利数字 三个六 三个八嘛 条件不好也是不要的 多少 六百六十六八百八八呀 哎呀妈你这 你这确实是够吉利的了 但是 他们说了一头猪一头牛 也就值一万多 两万 那那也没有多少啊 挺多的了嘛 哎 在我们那边也有个习俗小美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啊 哎 直播间的家人们听没听过啊 就是说把女孩娶到家 呃 光是给一个改口费 还得给个一万零一块呢 那个叫啥呢 那叫万里挑一 哎 你听没听过 不可以这样吗 那如果要是这么多 那人家会说这个人家在卖女儿哎 那不好听的吗 啊 啊 就是钱要多了还不行 拿女孩换钱 不可以这样吗 这当地这民风也真是纯服啊 就是说呀 钱要多了 怕他们其他人家嘲笑 嘲笑他们这样 都会说好酒的 不好听的嘛 不可以这样 哦 呃 也是啊 哎对了啊 要不这样呗 你刚刚不是也透露了吗 就是说你当地也有很多的小姐姐 他们可以外嫁的 对不对 哎 要不然 你带我四处溜达溜达呢 转悠转悠 行不行 我想看看我们这里的阿姐啊 啊 对对对 嗯 那你要是不嫌弃我们这里是农村的女孩子吗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吗 嫌弃啥呀 这 哎呦我的妈呀 他们这 女孩这么漂亮 嫌弃啥呀 啊 这点你放心 不能嫌弃啊 然后我问一下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就是有没有像跟主播一样的 目前是单身 然后呢 家是独生子 不能留下来当上门女婿的 要是有的话 您告诉主播 好不好啊 呃 有的话您扣个一 我看有多少家 我们跟主播是一样的 好不好 那你不嫌弃我 那会带你去嘛 哎 小美啊 我才发现啊 这身后这是 这是电视是吗 啊 电视 还有冰箱 哎呀 沙发 哎呀那你们家这个 加用电器 这还挺齐全的呢 这还挺齐全的呢 都是我 我姐夫啊 那个时候娶我大姐的时候 买给我们的 他对我们也挺好的 家里姐夫给你们置办的是吗 哎呀 确实对你挺好 哎呀不这样呗 呃 一会儿啊 你带我四处溜达溜达 如果真有预热合适的 哎 我给他们家也都置办全了得了呗 什么冰箱电视洗衣机的 这也没多少钱 那你还挺大方吗 哎呀 大不大方我不知道 但是前提你得看诚意嘛 对吧 这才能体验出个诚意来嘛 那你和我姐夫一样嘛 都是挺好的嘛 啊 和你姐夫一样是吗 嗯 哎对了 小美啊 这身后这是什么呀 这是厨房吗 灶台嘛 啊 灶台 哎 你们家这厨房被你打理的 也很干净 是不是 还好了 哎 你这灶台上 这咋放这都合到呢 啊 平时吃的呀 我在山里捡回来的嘛 在这里晾干了以后啊 平时去集市上赶摆 可以换一点零花钱 在 啊 这个还能换钱 到到到集市上赶摆 换零花钱嘛 哎 你这核桃咋卖的呀 那吃点核桃还是挺好的 这核桃拿到集市上买一块钱一斤了 多少 一块钱一斤 哎呀 妈呀 家人们啊 小阿妹说了 他们家核桃一块钱一斤 咱们那里核桃多少钱一斤呢 啊 打在公平上 我看看啊 这也太便宜了吧 我们在集市上 就是 哎 要不这样吧 阿妹 你给我装几斤核桃得了 我买几斤核桃 啊 行吗 你喜欢吃啊 哎呀 那你看吃点核桃应该不应该 你拿去吃嘛 哎 啥我拿去吃 咋的 不要钱呢 阿妹 你就拿去尝尝嘛 那不行 你看 在你们这块我跟你讲啊 不值钱 但是在我们那边挺值钱的 他们说 一斤核桃得多少钱 十 十二 几十 十块 要不了那么贵了 那咱 咱 咱是不是得给钱呢 呃 你这样吧 你就拿去吃嘛 哎呀妈 现在一般人他也不穿现金呢 这 哎对了 我的手机后壳上有 有一百块钱啊 阿妹 你等一下的啊 我给他拿出来 不用给我钱嘛 哎 你这么点啊 你拿着 你拿着 啊 不是太多啊 一百块钱你拿着 你不用给我钱 你就拿去吃嘛 啥 啥 我拿去吃 不给钱 不是 你看 咱俩聊这么半天了 耽误你不少时间 再说了 你说买东西再不给钱 那成啥事了 是不是 那你给我太多了 我找不开嘛 多 多啥 多呀 一百块钱是不多 加什么 我这些核桃也就值个三十块了 不是 你给的太多了 不用你找 不用找钱了 阿妹 再说了 阿妹 这么说吧 你看 我呢 就是没有带太多的现金 我要带多的话 我都想多给你点的 你知道吗 不是了 我不能占你便宜了 占啥便宜 没说你占便宜 还有这些土蜂蜜 我给你装 不多是不是 家人们 这就是 哎呀 怎么那还要给我装土蜂蜜呢 我就要核桃就行 阿妹 不是嘛 我这个核桃啊 这个蜂蜜嘛 拿到集市上嘛 是五十块钱一贯了 那你给我这么多钱了 我就按 两关算你七十好了嘛 然后核桃算你三十 正好一百块了 不是不是 平时你这个蜂蜜 卖五十块钱一罐 然后今天两罐算我七十 加上核桃 哎 你要这么说 那不成我扎你便宜了吗 那一百块钱 确实是少点 是不是 家人们 正好 扫码支付 哎 那这样吧 阿妹 你把那个码拿出来 我再给你扫点吧 他们也都说少 是吧 什么码 我家只有养猪 没有养码了 是 啥玩意 没养猪 没养码的 哎呀 我们现在买东西 不用现金 都用那个手机 扫码支付的 那个码 那我不太懂了 你不用 这小 小妹 这没停过 哎 要不这样吧 我看那蜂蜜也挺好的 你 你不行 你把那蜂蜜 你再给我多装几块 行不行 这些够你吃了吗 不是我自己吃 哎呀 我这不马上回 回北方了吗 我想给我亲亲朋友啊 带点当地的土特产 啥的 你是要给朋友啊 对 送给他们 送礼的 那我家还有其他好东西 你看你认不认识了 我再送你一点 你再回去了 还送 不是你还要送我其他的东西 你看看 你看看